今天她带我见同父异母的小姨子 她看起来好面熟 这个小姨子不是善茶 于是我偷偷打通我的电话 看看她有没有说我坏话 不出我所料果然来者不善 那我今天就会会这个善良的小姨子 我就不怜香惜玉了 我先主动出击 我之前也玩手串 听我不顺的时候偶尔开个光 后来我发现不是手串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没用 开啥光都没用 我离那么远能听说啥呀 但是看你嘴型我觉得你没夸我 换啥 换高 换踹 换戴眼镜也是好 你好 满手都是窜的 窜一个白衣服还白头花 就差把恨男人写在脸上了 你不觉得很浮云表面吗 我就是不想让男人找我怎么了 哪个戴眼镜的王八惹你去干他去 那长现在看个戴眼镜的就像王八 看来他为我震慑到了 那我就跟他正常交流下 你做的 啊 我穿的 你把戴眼镜放哪儿的啊 在后备箱里啊 我看了 姐夫送我的手串好看吗 嗯 不是 我没说给他 什么 姐夫 你怎么能把姐姐送的东西随便给别人呢 姐 我都说了 男人的话不能信 就是 下面你怎么要不见着女生就给了 万万没想到是陈年老绿茶 不理他没给你拿 下次他给你 多绿茶呀 我好不容易跟小迪解释明白 给你信我就行 我不是信你 我就相信 小迪子应该跟姐跑出去的 你肯定没毛的 我去那边人家啊 你咋还没走呢 老尼姑 我看看我姐挠的挠你 四眼仔 你等一下 为啥看不上我 因为 小迪 我就是觉得你有什么好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